保护流浪狗 靠呼吁没有用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四川女童被罗威娜犬撕咬的这件事情 后面的进程让很多人觉得非常魔幻 确实我个人也有很多地方看不懂 先是小女孩父母家人的筹款 这些表现让人看不懂 再一个就是全国各地开始大范围的捕杀 扑杀流浪狗 这也让人看不懂 这几天在网上吵得非常凶 只要涉及到这件事的时候 大家就会炒作一团 有很多人在为这些无辜丧生的流浪狗 我们鸣不平 觉得他们太冤了 这真的是灭顶之灾 因为一条有主人养的罗威娜犬 造成的事故 导致全国范围内大量的流浪狗失去了性命 简直天方夜谭不可思议 但是说来说去 大家还是站在道德层面上的互相指责 觉得这件事情是各地的 做这件事的这些人 没有感情不是人 反正各种各样的指向 比较混乱 反正各种各样的讨论 你很难把它梳理出一个清晰的逻辑来 这件事说说我的看法 我觉得流浪狗的管控和遛狗拴绳立法 其实是类似的事情 在我们国家很多事情必须得有法律 而且得有严格执行的法律 才能基本的上去杜绝 你不要觉得好像国外那些人 他们就是天生素质高 大多数都是被法律约束而来的 就比如说在欧洲很多国家 满街都是带着狗出行的人 但是他们没有人会不牵狗绳 但是他们没有人会让狗随地变腻 因为什么 因为罚的非常之重 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 那不光是路人不屑的眼神 你将面临高额的处罚 然后他们有专门的这种动物管控的机构 如果你的狗不拴 真的会被抓走 你会面临高额的罚款 等等等等 这样才造就了他们现在 人狗和谐相处的这么一种环境 到哪都牵着狗绳 然后会收拾干净狗的排泄物 所以咱们这边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我们这边刚刚开始推广 六狗不牵绳要入行 是违法 这就对了 如果这条法律被像查酒驾那样严格的执行 严格的执法 那罗维纳犬咬小女孩的事就不会发生 对不对 你不能指望他有素质 有素质这个事在很多人身上是不存在的 但是怕违法 怕付出代价 这个事 这是人性共同的 所以你只有靠法律来约束他 那到流浪狗这也是一样 流浪狗怎么着才能保障 才能保障他们呢 我们需要有流浪动物保护法 我们又需要有相关的动物保护机构 在没有这些东西之前 我们说这些事情都没有用 我们只能是在道德层面上吓嚷嚷 就比如说在我国很多地方吃狗肉 这是习俗 你如果没有法律约束的话 你怎么能改变这个事情 只要还有需求 还有很多人在吃狗肉 那就必然有大量的流浪狗会丧生 比如说在很多地方 现在要整治这个流浪狗 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那就是一道街 把所有的流浪狗都消灭掉 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 因为无法可以 这种执行方式在管理上是最简单 也是最省事的 因为它不违法 它也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所以你看现在各地 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那怎么杜绝这种情况 那就只能像遛狗不拴绳违法一样 让随意虐待流浪狗 流浪猫也变成违法才可以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呼吁的 应该倡议的 是我们国家尽快在这方面有立法 并且可以有相关的部门严格的执行 而不是这种运动式的 一有点什么事 就要把流浪狗都消灭掉 回头过两天再有一只猫抓上了人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那也把所有的流浪猫都消灭 然后过了这一阵风又没人管了 又开始大量的出现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所以你不能光靠民间的私利救济 还是需要有官方的力量介入 从立法层面 从执行层面 整个的把这件事情规范起来 保护流浪动物 有相关的机构把它们管理起来 然后发布领养信息 有爱心的家庭领养 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流程 给他们做绝育 让他们不要野蛮的 无序的繁殖 这些事情才是正常的 现在这些事情都是谁在做 都是民间机构在做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吁 更快的立法 更快的有效的执行这样的立法 只有这样流浪动物 才会有他们的生命 得到保障的那一天 否则扯什么都是白扯 狗肉店还开着呢 他们的原料从哪来 关键的关键 就是现在去捕杀流浪狗 既不违法也不违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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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